必須面臨到這個病毒所接受到很多的 我們的勤務中心進來的一些緊急的一些業務 所以我現在想要請示那個麻煩局長到我們練習這邊 我桌上已經有準備很多的就是我們的一些 消防隊員在接到勤務的時候 他必須要開車去載我們的患者到醫院去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必須要換上所謂的防疫裝備 我們請局長出席來到示範來穿這個穿脫的流程 謝謝 我們就這樣齁 我聽說 台下的名字來叫一叫你示範什麼 那個主席可不可以時間先暫停好嗎 這是我的質詢時間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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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樣是你能在局長而已啦 沒什麼意思啦 你說 你說啦 主席 我覺得他這樣能在局長啦 你能在局長嗎 我聽說嗎 沒關係 時間給我聽到啦 先暫停啦 先暫停 好啦 我現在就是請 你就先說啦 我要拆 拆死啦 好 謝謝主席 你就先說 好 就是請我們局長 因為局長非常的好 然後也非常體恤我們的消防隊員 那我是想說請局長來示範一下 我們這個所有的這個防疫期間 我們消防隊員我們來開車出勤嘛 然後在這個出勤的過程當中 必須要開消防車去接我們的患者到我們的醫院 那消防隊員這個過程當中 他必須要有穿這個所謂的防疫裝備 我想要請局長來示範 這樣 局長可以派一個來示範 這不用局長啦 他可以派一個來啦 他可以派一個來 為什麼局長不能示範 他不用做到這樣啦 主席 不然你叫我啦 我來吵了嗎 好啦 你怎麼可以說 你一定要局長去做會 他可以派一個來啦 是讓他更能夠了解整個防疫的這個防備的流程 穿脫的過程 我知道啦 我做二十幾年了 有中的可以派一個 好 那局長要派誰 保護主席 保護主席 你穿這個衣服 我們的規定是要兩個人一起穿 OK 都尊重局長的指示 那是不是我們請 那個就是他專責的那個吳文貞科長 好不好 還有那個是不是那個 黃科長好不好 因為他們兩個優惠 那當然 非常謝謝林妍的關心啦 我們基層同仁 在穿著這個我們非常重視 好啦 那你現在時間掌握好不好 謝謝你 沒關係 你要說多久我都給你說啦 好不好 你要經常有時間啦 你要說有道理啦 來 好 請示範謝謝 局長 你可以出席好不好 出席了齁 沒關係 你就按照流程嘛 現在 我們的標準時間是五分鐘嘛 沒有 那這個一定要有個建議完成 好 那由局長來才是齁 那個有拉鏈 還有雙面膠 那這個在穿著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因為 有的拉鏈 因為它 拉這個進去 還可以 所以外面還有一層 這個雙面膠 那這個雙面膠 撕下來之後 還有稍微緊急 那這樣的話 可以確保 可以確保 我們執行救護的同仁 他整個完整性 那第三個要穿的部分就是 我們的防護靴 那這個部分就是一般我們的 不管是我們皮鞋 然後消防鞋等 他做全面性的保護 那這個 防護鞋套 他一定要整個蓋過防護衣 因為這樣的話才可以做完整的保護 那新型的部分他還加了兩條 這個松型袋 不是松型袋 綁袋 以前是沒有的 在走路的過程可能會掉下來 那現在有加了一個 這個綁袋 那綁的時候要注意就是不要打死結 因為在脫的時候 將來怕說不好脫 甚至於脫破掉 都會造成感染 所以 他有兩個袋子 那最好要打火結 那接下來要穿的是手套 手套有分兩層 那這個是第一層 第一層這個是內襯 在防護衣穿好之後 要穿第一層 那這一層比較小一點 等一下隔離衣完還有一層 隔離衣 隔離衣對 隔離衣它是反穿 跟我們醫院裡面 動手術的一模一樣 它是反穿 那反穿的目的主要是前面可以做完全的防護 那這個 反穿以後有兩個結 上面一個結 背後一個結 這兩個結我們也是建立要打火結 因為等一下 到醫院以後 要脫下來的時候 才好脫 那尤其是脫的時候 必須自己一個人來操作 所以要打火結 那現在幫他穿的人就要幫他打火結 他到醫院脫下來的時候才比較好脫 這是打火結 隔離衣穿完之後就下來第2層的外套 第2層的手套 手套 那這層手套他一定要記得把它套到隔離衣的外面 因為他這樣的話還可以整個 可以造成整個救護者他完全的保護 那在執行完救護之後 那執行完救護以後脫的時候 等一下也會循著這樣的一個程序 慢慢的把它脫下來 慢慢的那這個外套等一下戴的時候 還要再 貼在這個隔離衣的外面 因為這樣可以 讓 防護者 避免有 第一層的比如說跟患者接觸的時候 不小心的感染 那以前有貼膠袋 現在已經不用了 因為貼膠袋的時候萬一 在脫的時候 一撕開破掉 可能會造成感染 所以最新的部分 這個是不用貼膠袋的 那在 等一下 手套穿完之後 下一個我們就要戴 黃霧面罩 我們這個黃霧面罩現在都用拋棄式的 它本身有兩層的保護膜 在使用的時候 要把它那個 撕開 那同仁在穿著的時候 沒有要求時間的原因就是怕他 因為太急太趕 然後把他撐破了到時候就會造成那個感染的破口 所以 我們一般 在操作的時候都是兩人以上 尤其重要的時候 會 請那個 如果確診的話請幹部親自來督導這個整個穿著的過程 那所以 一般 我們沒有給他限制時間 那目前我們出群的時間 大概都是 10分鐘以內 就可以 如果是確診 那這是黃霧面罩 黃霧面罩戴的時候一定要 啊 跟黃霧衣整個造成 這個氣密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主要戴的那個黃霧帽 那這個帽子呢 局長請問一下 那如果說今天 患者他沒有告訴 告知你是這個確診的案件 那我們的 出勤人員有 每天有這樣的裝備嗎 如果沒有確診的案例的話就是穿隔離衣跟黃霧面罩 我知道我說那你怎麼知道對 我們的 這個 就診的這些患者 他沒有告 事先沒有告知你 如果 假設我們同仁 他沒有告知我們會詢問他病史 如果有這個疑慮 我們就會請同仁穿著這樣 啊如果是一般的疾病 現在都有穿隔離衣跟黃霧面罩 正常的時間 如果正常的時間是多久的時間的這樣的 防疫裝備的穿 我們大概 剛剛跟一座報告他過20分鐘之內 我們因為 基本上 COVID-19不會發生立即的危險 主要是黃霧面罩 這樣的話就可以完全的 防護我們同仁 好那兩位科長辛苦了 那現在有科長在 您在慢慢示範就是 拖的這個 防疫的流程 那 局長你請回座 謝謝 繼續接受備詢 謝謝 好謝謝那兩位科長辛苦了 那請那個 首先我要講一下 剛剛這個流程 我剛剛看了之後 雖然我不是專業 但是我是想要說 在這個部分我想要跟局長建議一下 其實每一個流程在穿 戴 戴帽子也好 戴防護罩也好 穿防護衣也好 每個流程都必須都要再噴一次酒精 對 不算是 所以請回座 接著 大家